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万能饺子馅的调馅方法 学会这样调馅,无论搭配什么蔬菜都特别香 一起来看看具体做法吧 先做一个料水,碗里面放入两颗八角 一小把花椒 再将碗里面倒入开水 浸泡15分钟 猪肉我们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用刀剁一下 剁出来的肉馅更香 多好以后,先放进大碗里 把肉先扒拉开 泡好的花椒水先过滤出来 里面放入一大勺生抽 一小勺老抽上色 再打入一颗鸡蛋 用筷子搅拌均匀 剁好的姜末放入肉馅里 再放入一勺食盐 现在可以把料水分三次倒入肉馅里 每倒入一次花椒水,先搅拌均匀 搅拌至肉馅把所有的料水吸收 让肉馅喝足水分 这样调出来的肉馅才更鲜 调好以后,把切好的葱花放入里面 再拎上烧好的热油 激发出葱的香味 也能锁住肉馅的水分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学会这样调馅 无论搭配什么蔬菜都又香又好吃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多多点赞和转发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